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此前The Athletic记者Shan Skarinier报道,独行侠从丹佛飞回达拉斯的航班起飞前,球队得知有一名球员的新冠检测结果为阳性。 另外两名球员因为密切接触预计要隔离7天,三名球员都滞留在丹佛。绝京记者Harrison Wines报道,消息员透露,绝京全部人员已经接受了标准的PCR检测和快速检测。 快速检测结果阴性,才允许登机,PCR检测出,结果时间较慢。消息员透露,昨天打了比赛的球员的快速检测结果,都是阴性,已经随队,前往费城。保护程序里,要求球员和团队,在航班和训练之前,都要接受快速检测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